我们有权力请大家站出来 民进党立委邱太元握了握苏贞昌的手臂 但特别让人注意到的还有他胸前的紫色丝带 原来是同为英系立委的陈明文发起了挂紫丝带活动 包括战友罗志正 庄瑞雄 苏志芬都别上反暴力的象征 虽然没提到高嘉瑜但或许也是想献上温旗 至于林秉书过去声称自己是国安单位人员 第一时间遭到总统府驳斥之后却也传出府方早就知情 从总统到前国安会秘书长也是现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李大为 态度很一致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府方早在两年前就注意到林秉书四处碰轰了 也开始摸底 毕竟打着国安人士名号招摇撞骗很诡异 最后府方确认顶多就是王牌大间谍等级 剑是这个剑 不过令知情人士摸不透的是林秉书 为何要探测国安系统脉络 还有一出事马上就有蓝营说 他是民进党网军 而好巧不巧相关讯息曝光之际 有名嘴这样连结 有人跟他接触希望他能够去接触绿营的人士 去取得相关的这个资讯 他已经不太像是单纯我们认知中的暴力犯罪 或是恐怖情人 而是他是比较是有系统跟有组织的去收集资料 一指林秉书不是塔绿班 文朗东还说林秉书博士班就做大陆研究 也主张在台湾有挥舞五星旗的自由 指控林秉书是有计划的渗透本土阵营 这番话也让蓝营认为不单纯 对于还有侵略人士意图带风向 把他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 这种明显切割可歌可泣的行为 实在是令人非常感到不知 能确定的是现在谁都不想跟林秉书扯上边 TVB新闻张敏鲁离亭台北新闻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